第1331章 高天之上 高天之上 当被屠戮一空的狼爵军团 重新从尸骸中爬起 癫狂地冲向无穷火力的时候 那恐怖的数量和复活的速度 便令乐园护卫队的防线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艰难维持 就连已经被林中小屋 挫骨扬灰的狼主 竟然都在骨灰和血中重生 失去了绝大部分灵魂之后 他已经化为了癫狂的野兽 浑身长满了畸变的器官 向着防线不断冲撞 即便是浑身早已经千疮百孔 可那一份延续在血脉中的贪婪 依旧不断地 渴求着活物的鲜血和灵魂 快快快 加固攻势 加固攻势 铁壁防线之后 林中小屋呐喊着 指挥着后面的人 不断地搬运刚刚出炉的标准防御剑 在后面重新弃起第二条防线 血水灾回归太阳传呆机 炼金术师呢 炼金术师 立刻施加封锁 林中小屋亲自动手 给葛洛瑞亚的身上 缠绕上一层一层的诅咒封印 黑色的字符 如同虫子一样游走 隔绝了血海 对于血水灾这样同类型的 神迹刻印的侵蚀 不论是神迹刻印 还是威权遗物 亦或者是秘遗 乃至其他诅咒或者招数 当现在 同一领域内的两者 同时出现在天平之上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胜负 很少会有什么悬念 也不会有其他的可能 赢家通吃一切 败者一无所有 他可不想给生长青和葛洛瑞亚 掰手腕的机会 这时候 能让他藏得多深就多深 无比混乱的战场之上 每分每秒 都在发生着意外和变化 千头万绪的忙碌之中 林中小屋 已经顾不上其他 蝗灾 把蝗灾给我 不 太阳船不能动 雷蒙德先生 只要随时保持机动准备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 我们连退路都没有了 其他人随时准备轮替 尊长者阁下 再演 他的话语戛然而止 忽然僵硬住了 感受到一缕冰凉 从鼻尖渗出 缓缓滑落嘴唇 旁边 双巨人膝隔得大笑 指着他的脸 喂 房子阁下 你流鼻血了 鼻血 怎么会 林中小屋茫然地伸手 抹了一把脸上 只看到 手上一片漆黑 那不是血 那是从沉渊里溢出的恶念 还有 那渐渐从灵魂之中浮现的 遥远轰鸣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迅速地接近 向着他的灵魂 呼啸而来 等等 我操 林中小屋难以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 下意识地抬手 想要拒绝 可是 已经晚了 在命运和因果的引力之下 这一份迟来的夜暴 终于降临 在远方 沸腾的血色里 有一道漆黑红流 宛如怒龙一般 浩荡地涌动而至 仿佛不存在的幻影 穿透了层层防御 最后 猛然扎进了他脚下的影子里 砰 仿佛无穷进一般的杀戮恶念 奔流不息 转瞬间 充满了沉原中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一出 扩散在灵魂之中 到最后 化为粘稠黑暗的雾气 从林中小屋的掩耳口鼻中 喷泊而出 太多了 多到他已经快要无法承受 对每一个竹鹰一席的升华者 都胜过一切珍宝的精纯恶念 现在像是瀑布一样 灌入了他的灵魂之中 令他几乎在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中窒息 什么鬼 幻觉吗 还是对方的阴谋 不对啊 这恶念明显是属于自己的没有错 可为什么自己明明待在防线里 什么都没干 就有数量这么恐怖的恶念 凭空降下 我究竟杀了个什么 而就在那一瞬间 他眼前所浮现的 是来自恶念之中的情报和讯息 无数碎片 天崩地裂一样的宏伟场景 还有 自己的老师 好像蹲在什么东西前面 手里 拿着一个封着自己诅咒作品的琥珀 在对方脑门上磕鸡蛋丸 可当地上那个被烧焦的玩意儿 抬起头来 哽咽哀求的时候 属于统治者的血泪 便从焦炭一样的面孔中 缓缓滑落 等等 统治者 妈咽 在反应过来的瞬间 他就想要吱耳一声 被过气去 遗憾的是 已经没有那么幸福的机会了 一个统治者在自己的诅咒中被杀 死去 尸骨无存 即便这一份来自自己的诅咒 再怎么渺小 可因果之间的勾连 就已经完成了衔接 现在 在竹龙一戏的引力之下 起码有十分之一无处可去的恶念 向着自己渊源不断地涌来 这就是你在这里不要动 我去给你搞一整个山的橘子来吗 就仿佛是熊猫看到整个一周的笋 都被自己老师夺来之后 往自己的嘴里赛一样 停一停 停一停 已经装不下了 林中小巫翻着白眼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紧接着 在乐孽的灌溉中 轰然炸裂 黑暗如雾 冲天起 撼动整个战场的高亢丝鸣扩散 一条数百米长的漆黑巨蛇 从沉渊中游液而出 灵甲如铁 眼眸星红 焕发烈光 无穷的力量 汇聚在林中小巫的灵魂中 令他纵声狂笑 顾不上其他 笔直地冲向战场 宣泄这一份无穷劲的力量 海量的诅咒和毒液 从他的口中喷出 所过之处 雕亡和毁灭 如潮水扩散 巨蛇丝鸣 彼此盘绕 向着天空无声张口 任由无数雷霆 从天上披掌而下 将灵片撕裂 血肉模糊 可在痛苦的静弯之中 崭新的血肉和鳞片 却在源源不断地生长而出 宛如妖魔化龙一般 沐浴着命中注定的雷结 进阶 开始了 丁 与此同时 太阳船内的寂静厨房里 烤炉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阿妮亚 饼干好了 罗贤端出了烤盘 细袖着新鲜出炉的香甜 向着身后瑟瑟发抖的白狼呼唤 快尝尝看 合不合你的口味 盘子里微妙微笑的小熊饼干 散发着热议和芬芳 可那宛如刀锋一般 倾注其中的爱意 却让安娜瑟瑟发抖 不敢说话 头一次痛恨自己的圣痕 为什么这么不适合正面战场 为什么早些时候不努力 赶快进阶口思窃 以及 为什么要悄悄趁老师不在 溜进她的卧室里 玩寻宝游戏 然后 就被带到了 不 简直是 自投罗网 只是推开门的瞬间 便看到了 书桌后抬起的那一张闲静笑脸 如此温柔 超可怕 此刻 少女的心中默默无语两行类 艰难地挤出讨好的笑容 试图逃避 这么精致的饼干 当然是要让老师先吃呀 不然岂不是辜负了大姐姐你的心意吗 嗯 说的有道理 不过别担心 她的那一份 我已经准备好了 罗贤一笑 变魔术一样 掏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晃了晃 晃得安娜脸色发白 来 罗贤捏起一块饼干 吹凉了之后 温柔地送到了她的唇边 看着少女艰难地张口 一口一口地吃下去 忍着恐惧和泪光 最后愣在原地的样子 安娜呆滞 等等 味道好像还不错 挺好吃 她有些犹豫地 又拿了一块 放进嘴里 巧克力味香浓醇厚 草莓味酸甜可口 香蕉味甜美可人 榴莲味 呼 好刺激的冲击力 难以置信 乖哦 罗贤伸出手 轻轻地捏了一下她的脸 仿佛小小的惩戒一样 就这样 撑着下巴 欣赏着女孩好像仓鼠一样 啃饼干的样子 愉快地微笑了起来 而看向旁边的饼干盒时 便忘记了外面的巨像和厮杀 开始期待 嘎 嘎 嘎 血染的天穷之下 不断坠落的雷火之中 鸭人们的鸣叫声 接连不断地传来 在疯狂运转的生产线上 一个又一个地 构建在迅速成型 送上工地 然后在钢缆的牵引 或者是铁鸭的搬运中 来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再然后 就有披着黄马甲的压压施工队 扛着电焊 超巨型扳手 和工具箱冲上前去 固定 组装 搭建 布线 当一处铁光轰然而散的时候 庞大的射尸和仪器 已经出现在了原本的空地之上 从未曾见过如此恐怖的施工和建造速度 就好像将时间加速了千百倍一样 短短不到半个小时 就在战场之上 整个工地已经浮现出了庞大的雏形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铁壁之中 那些线缆 已经在弓头压的指挥之下 迅速地布设和衔接完毕 甚至后面立马就有举着说明书的鸭人 跟进调试 进行准备 赶上了 竟然真的赶上了 眼看着最后的高塔拔地而起 在无数钢板补丁的笼罩之下 焕发起隐隐的亮光 原本已经彻底绝望了的学者杜鞭 就已经老泪纵横 几乎癫狂地扑上去 拥抱着每一个鸭人 亲吻着他们的脸颊 不怕锋锐的铁片将自己割破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到最后 抱着旁边已经射死成咸鱼了的上尉 又是唱又是跳 手舞足蹈地 看着设计图中的一切拔地而起的模样 难以自及 你轻点 你轻点 我特么快死了 瓦西里上尉躺在椅子上 浑身缠绕着绷带 感觉伤口又被撕裂了 可在远方接连不断的巨响之中 杜鞭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只是 在他抬头看向眼前这画风和设计图截然不同 但好像功能和原本一模一样的超巨型设备的时候 就忍不住浮现迷惑 尤其 在高塔的最顶端 一盏盏只是灯的光芒亮起 好像看起来就很厉害 很牛逼的样子 话说 这究竟是个啥 什么 杜鞭茫然地回头 剧炮轰鸣之中 瓦西里扯着嗓子问 我说 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杜鞭低下头 在他耳朵边奋尽全力地回答 领域级制导魔块激战 啥 瓦西里傻了 倒不是没听清楚 但他耳朵疼得受不了 怕听错了 什么领什么月 什么支什么岛 给啥用的 他扯着杜鞭的袖子问 杜鞭深吸了一口气 嘶哑地呐喊 啵 啥玩意儿 瓦西里的神情越发精彩 杜鞭看着他茫然的样子 抬起手 指着那层层电盲笼罩的高塔 脸色已经兴奋的战红 可笑容却如此猙獰 宛如魔鬼一样 眼睛里涌动着复仇的艳光 在毁灭即将降临之前 展开双臂 呐喊 超级大炮炮炮炮炮 现在 伴随着学者的怨毒嘶吼 无数牺牲的奠定之下 高塔耸立 笔直地向着天穷刺出 在无数电磁波和光讯号的 明洞之中 焕发耀眼的光芒 然后 在这一片雷云弥补的地狱之中 一道道绚烂的红光 从陷阱延伸而至 在制导魔快的明洞之中 彼此交错 驱散阴霾 在如此漫长的蓄力和煎熬等待之后 一切阴霾和血色被尽数驱散 彩虹桥的瑰丽红光 从陷阱飞射而来 牵引着大秘仪的框架 撕裂了血海和雷云的压制 在这一片地狱中迅速地扩张 紧接着 边境防御阵线之上 额连边境链寸寸崩解 在引力的牵引之下 一座座边境 向着两侧让开了道路 最后 漆黑的漩涡 从防线的裂隙之中 缓缓升起 而耀眼道 仿佛要撕裂深渊的光芒 在整个陷阱的原置灌注之下 完成了最后的质变 形成了星辰一般的结晶 如此瑰丽 又如此的耀眼 宛如毁灭的化身一样 彩虹桥扩展完毕 大秘仪运转一切正常 接入讯号 接入讯号 已检测到基地讯号 1号 3号 4号 5号 6号模块运行正常 西比拉制导矩阵 启动 指挥室里 操作员们忍不住欢呼呐喊 为那6座制导模块 基站在地狱中 所带来的奇迹 而喝彩 拉洒露引擎 运转正常 原置变化开始 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四度制变完成 中枢智能 大卫王 测算完毕 同样的讯号 传达到了俄连的圣瓦西里大教堂 自神圣的弥撒之中 苍老的墓首站在圣灰之下 手握着玫瑰念珠 垂眸迎送 我看见第三位天使吹号 就有烧着的大星 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重水的泉源上 今日我所造的毁灭 是为了神圣的复仇 仁慈的圣灵啊 尽情降下这无射的绝法 那一双铁灰色的眼眸 抬起时 便再无慈悲存留 只剩下冷酷的灰光 向地狱之中 在那一瞬间 指挥中枢里 阿赫看着屏幕上的地狱 平静地下令 发射 于是 便有恐怖的震荡扩散 转瞬间 覆盖了所有的边境 整个边境防御阵线 在瞬间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波澜和轰鸣中 剧烈的震战里 不知道多少天穷崩裂缝隙 而在防线的正中央 黑暗的漩涡里 那一道积蓄到极点的灰光 喷波而出 仿若耀眼的恒星 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那样 关带着万丈光焰 所住旧的威严之面 裹挟着毁灭之意 向着地狱 熬翔 此乃自高天陨落之星 神迹刻意 惧炮阴沉 第1332章 碰撞 早在边境防御阵线 出现变化的瞬间 那宛如烈日燃烧 一般的恐怖声势 就已经令深渊为止明动 不知道多少巨兽 前仆后继的略过深度 冲向了那一片 缓缓开启的漩涡 短短的几分钟之间 你死我活的厮杀里 不知道多少破碎的尸骸和碎片 漂浮在冰冷的深度之间 如此规模的轰击 征兆和痕迹 根本无法掩饰 在出现的瞬间 就将整个深渊的仇恨拉了过去 就连生长轻的反应 都肉眼可见地缓慢了起来 让怀尸三人 短暂地逃出升天 就在一道道血焰 和雷霆的轰击之中 阴沉巨炮终于发射 以整个陷阱为基础 抽取了不知多少原质和奇迹之后 催变到极限的毁灭力量 化为了一轮 货真价实的人造恒星 向着地狱 向着整个战场飞出 就好像 亲眼目睹了烈日坠落一般 当那一轮庞大道 占据了整个天穷的光芒 撕裂了不值一提的阴云 从天而降的瞬间 急迟的金斗云 已经停在了原地 呜呼 完蛋 夸腹呆滞地看着那毁灭的 烈光降临的模样 就在他们的眼前 万丈血海在迅速地蒸发 雷云分崩离析 恐怖的气浪席卷着 裹挟着分崩离析的万物 向着远方吹出 然后 毁灭之星从天而降 吞没了一切 紧接着 又诡异的 回旋者 又向着天空飞去 那弧形的轨迹 绕过了无数被投放到 深度之间的地狱碎片 好像燃烧的铁球 撵着痴痴作响的冰块 弹跳一般 挥霍着毁灭 带来湮灭的余波 哪怕没有正面形成撞击 可只是其中所散发的引力 便从整个轴形的地狱之上 刮出了一道宽达上百里 长泽近乎纵灌了 整个地狱的深邃盆地 仅仅是余波中的余波 那些扩散的热浪 将锁过之处的一切尽数融化 粘稠的熔岩 在焚烧的空气之中翻涌着 滑落 汇聚在谷底的裂隙之中 蜿蜒流淌 形成了炽热的河 还有海量如同山巒 和板块碎片一样的 超巨型岩石 被卷入了空中 又抛在了地狱之上 形成了一个个 翻滚不定的岛屿 彼此碰撞 就洒下陨石一般的雨 而这只是一次 刮擦般的碰撞而已 天崩地裂的毁灭中 彩虹桥的光芒 接连不断地从天而降 笼罩了所有陷阱的成员 降下庇护 而地狱中的一切 便只有在烈火中 尽数分禁 再在鱼波的最前方 怀石他们三个跑路的时候 根本没来得及 关注撤离区域的倒霉孩子 就只能在焚风里激烈地翻滚 焚烧 落地的时候 几乎已经快要烧成炭 差点 正面跳进阴沉的炮机里 距离当场蒸发 只差六百公里的距离 被烧焦的大地之上 怀石从破碎的探窍中 重新爬起 顾不上一丝不挂的身体 仰起头 望向那一轮 坠向地狱的毁灭之光 难以置信 这就开始堆拨了吗 就在这短暂的瞬间 他竟然还有多余的心思考虑 自己要不要指挥 一个所有的大群 集体面朝南方 把右边的方向对准陷阱 自古堆拨左边输吗 不同于之前的紧张和警惕 现在的他 反而太自行躺在地上 终于放松了下来 作为陷阱工具人 升华者们 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成功地为深厚的世界 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当三大封锁在 制导模块的引领之下 笼罩地狱之后 就是陷阱和深渊之间 掰腕子的阶段了 他一个工具人 再怎么蹦跋 怎么可能掺和进 整个陷阱和深渊主宰们之间的 交锋之中去 不自量力的最好结果 怕不就是跟刚刚的时候 行差他错一样 当场蒸发 所以 这种特效爆炸的CG阶段 还是别想那么多 好好地躺平吧 他抬起露出骨骼的手指 向着天空发出一道讯号之后 便继续躺倒在 痴痴作响的地上 专注地观望起 那一片被烈焰和红光 所撕裂的天穷 毁灭之星回旋着 将所有拦在前方的东西 尽数吞噬 不论是地狱碎片 庞大的怪物 乃至深渊中的炮火 此刻在那恐怖隐蔽的拉扯之下 都被耀眼的毁灭之星所俘获 迎来了宛如离心机一般的激烈回旋 在彻底坠入烈焰之内 燃烧殆尽之前 反而变成了外层的防护 抵御了不知多少冲击 然后又将更多的阻拦之物 扯入了致命的轨道之中 现在 由陷阱所助救的毁灭恒星 正向着深渊坠落 笔直地 向着亡国宫雀 哦 这可真是奇景啊 无穷堆叠宫雀的最高处 受到地狱之王所钟爱的楼阁之上 酷王欣赏着 那足以将自己焚烧殆尽的烈焰 不由地放声大笑 为之鼓掌喝彩 不止 是为了这规模如此宏大的力量 也是为了在那一瞬间 他从无穷烈光中 所俯瞰到的 属于陷阱的 真正模样 哈哈 陷阱 陷阱 如此癫狂猙獰的模样 哪里还称得上是陷阱啊 地狱之王端着酒杯 笑得前和后仰 为这一份荒谬而赞叹 为这一份狂妄献上钦佩 好一个天文会 好一个陷阱 和之前的那些战争不同 和往昔的无数交锋不一样 当因陈巨炮轰击的瞬间 地狱之王的眼睛 终于洞彻了 那三大封锁拱位之下的世界本质 胜过深渊之底的恐怖歪曲 还有无穷无尽的疯狂修正 将整个世界撕裂之后 又重新拼凑 将死去的一切强行唤醒 注入新的生命和力量 通过抽取深渊之血 通过海量的吞噬地狱的精髓和本质 自死的国度之中 复苏万物 并一切规则 如此 放肆地否定了 延续了无数个纪元的循环 向着孕育一切的深渊 发起叛逆 这哪里是什么陷阱 这分明就是地狱之中的地狱 可这一份不惜坠入地狱更深处 也要维持曾经光耀的决心 不惜将深渊也啃食殆尽 也要延续自我知天命 和未来的手段 乃至 这一份令所有的地狱之王们 为之惊叹的成果 以十万倍的黑暗 所唤取的一份光明 实在是绝妙 其他的姑且不论 且为这一份寡人 所不能及的雄心隐胜 罕见的 使用了曾经属于 那个皇帝的自称 哭王洋溢着喜悦和欢快 高举起酒杯 向着自己的敌人献上了欢呼 陛下 陛下 白蛇提高了声音 打断了雄壮威武的音乐 执拗的境界 还请回避 在突如其来的寂静寂静里 当所有人陷入战力的沉默 枯萎之王依旧微笑 满不在意 你想要让我逃走吗 白蛇 他问 在面对我的敌人的挑战和进攻的时候 像是懦夫一样 抱头鼠窜 倘若陛下是大军那样 将一切伪力归于自身的存在 臣说不定要在这里 为陛下雄为贺彩呢 在熟悉的脑溢血冲动里 白蛇快要被气死了 跳着脚怒吓 您都当了一次的王国之君了 难道还要当第二次吗 哈哈 如此坦率的样子 倒是让人怀念啊 你好久没这么说过话了 枯萎之王得意地展颜大笑 听到下属提到自己曾经最大的耻辱 反而洋洋自得 难道不正是因为这样 寡人才是王国之主吗 忠言逆耳 无不取言 凝视着那破镜的烈光 枯萎之王淡然的挥手 我就在这里 白蛇 我可不信 我的工业 是会被这种东西击垮得换影 倘若如等不想跟着我这个昏庸之君 再陪葬一次的话 那就赶快去展现一点作用吧 也好让现今那帮狂妄之人 也看看王国的骨气和威严 听见了吗 我所为傲的手足 我所得意的心腹 还有我所造就的王国 向着那一片领受御令的黑暗世界 地狱之王起身 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如等之中 哪个能领受慈悲的犒赏 回应皇帝的 乃是令地狱为之动摇的狂热呐喊和咆哮 无穷黑暗的扰动中 一个又一个庞大的身影 缓缓地升起 汇聚于王国寓座之下的统治者们 抬起了眼瞳 贪婪地凝视着那至上的恩赐 还有更多更多的怪物们 兴奋地思鸣 躁动 向着那一轮降下的毁灭之光 而枯萎之王大笑 扶着栏杆将酒杯放在了身旁 就这样 眺望着那仿佛要将一切黑暗燃烧殆尽的星辰 专注地欣赏 当舞动的血海在深渊之间展开 化为了足以笼罩深渊的漩涡 阻挡在毁灭之星的前方 当星红的鲜血和毁灭的恒星碰撞一处 便激荡起了不知道多少碎散的光芒 一道道化为风暴的血气在消散前 被扯入了恒星的轨道内 将那一颗耀眼的星辰 也染成了凄厉的色彩 扩散的余波直截了当地 将两只慧暗之眼的舰队卷入其中 蒸发成了尘埃 可以想象慧暗之眼的那帮淤泥怪 这会儿正在如何狂怒地骂人了 但这丝毫不妨碍始作勇者的哭王 看着他们惨烈的模样 幸灾乐祸的大笑 得到了更多的乐子 还有源源不断的庞然大物 从深渊的阴影中浮现 阻拦在王国所形成的血色星辰的前方 接连不断地发射炮火 轰击在了恒星之上 试图瓦陷那一份过于庞大的毁灭 而当那血海形成的漩涡 渐渐地将整个恒星笼罩在内的时候 两者激荡所掀起的无穷波浪 海量的光和热 从漩涡和恒星之中喷洒而出 化为利刃那样 切裂四方 在王国和陷阱的正面碰撞里 其他渺小的存在根本宛如泡影 甚至就连靠近都无法做到 如今的血海中 不知投入了多少统治者的力量和威权 当那一份自深渊中铸就的力量 整合在一处 和陷阱之力硬碰硬地撞击在了一处 就形成了宛如宇宙奇观一样的宏伟景象 哦 这不是一个个都有模有样的吗 枯萎之王依靠在栏杆之上 欣赏着臣民们线上的表演 嘖嘖感叹 不过 动作最好快一点 不然的话 雷霆之海的那帮蟒夫 可要出来抢风头了 伴随着他的话语 在那一颗毁灭之星的后方 无以计数的雷霆 向着深渊之中放射 宛如诡异的雨意那样展开 原本根本不在阴沉的毁灭轨迹上的雷霆之海 竟然改变了自己运行的轨道 然后 主动撞了上来 无数雷霆之意所缠绕的巨船之上 在掀起阵阵雷鸣的高抗鼓声中 诸如王们高举着武器 兴奋呐喊 当这恐怖的力量降临在战场的瞬间 那帮深渊中 也绝无仅有的莽夫们 不但没有躲闪 反而主动地冲向了恒星的烈光 与此夏儿等陷阱之人 发起较量 试问 何者为强 第1333章 波澜 这啥 此刻 望着那一道向着阴沉飞出的雷光 焦土之上 趴着 被尖到三分熟的怀尸 都惊得翻面了 不知道应该找一口冷气去吸一吸 还是直接恐怖如斯 难以理解 怎么还有人主动地往恒星猎片里跳的 你们雷霆之海这么忙的吗 即便是有这么多年的 做死丰富经验在这里 他竟然也有一种 是在下输了的挫败感 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了 大家出去开片 起码要有个由头吧 看到对方的大炮端出来之后 炮击的是一帮看不上眼的友军 按照正常反应 怎么都应该是 哈哈 那群傻逼要倒霉了吧 怎么忽然就勃然大怒 撸起袖子 往炮前面冲呢 再 这么猛的火力 为什么不来打我 你他妈的 是不是看不起人 王国那帮只会堆人数的垃圾 哪里比我强 现在 当愤怒的诸如王们 驾驭着寿龙战船 开始整活的时候 整个战场都迎来了呆滞和死寂 宛如由凝固的雷霆 所驻救的恐怖剧船之上 一道道烙印着 统治者灰激的黑帆 接连不断地升起 风暴月 孝明月 流血月 光白月 鸡生巢 归宿巢 末路巢 就在战船的最前方 风暴祭祀敲下了 怀中的王者之谷 以陨落的地狱之王之颅骨 和皮肤所造就的谷中 无穷电芒迸射而出 宛如恶毒之鞭那样 抽烈了一切拦截在前方的尘埃 伴随着风暴祭祀的鼓声 笼罩着地狱的无穷雷云 被看不见的风暴拉扯着 化为肆虐深度的龙卷 笔直地 投入了战船之上 于此 降下君主之威 展示雷霆大拳 枯瘦的风暴 祭祀仰头 凝望着那一道 近在咫尺的燃烧星辰 大笑着 宣告 赐鱼儿等草芥 竟见绝颠徒作之幸 那一瞬间 无穷雷云猛然收缩 化为点缀着无穷雷霆的冠冕 悬浮在风暴祭祀身后 那庞大的王座之上 空荡的王座之上 一个隐隐的侧影浮现 仿佛拖着下巴 正观赏着紫寺盒中 犬门所献上的祭祀 地狱之王降下了自己的视线 可正是这一份来自王者的注释 令寿龙战船上的统治者们 陷入了彻底的狂热和欢呼之中 双眸之内迸射雷光 数十颗铁石之心 吞吐着毁灭和鲜血 迸发雷动 已经难以分辨 那战船究竟是物质所构成的形体 还是纯粹的毁灭所形成的投影 现在 雷光驰骋 宛如利刃那样 笔直得刺向的血海漩涡之中的阴沉 只有高亢的咆哮声扩散 响彻深渊 为了大居 现在 向如等卑微之尘土 招是此事绝强之力 操 在这一瞬间 不只是躺着吃瓜看CG的怀师目瞪口呆 就连那些来不及反应的深渊聚合体 都在惊恐地咆哮 WD&MD 不要啊 老子还没撤退呢 然而 这一份软弱的嘶吼 根本没有让诸如王们有所动摇 在这一瞬间 覆盖了整个深渡区的恐怖波澜 扩散而出 当血海漩涡内 那一道恒星的巨轮 终于彻底坍塌 宛如瀑布一般的毁灭 奔流在黑暗里肆虐 扩散 瞬间展开了千万个分支 随着寿龙战船所带来的冲击 阴沉的外壳 终于迎来破裂 紧接着 其中纯粹的光和热 以最为暴虐的方式 宣泄而出 好像有人望眼珠子里 塞了个一个闪光弹 在瞳孔的内部 引发了足以令灵魂 都彻底崩溃的恐怖震撼 在彩虹桥的笼罩之下 天穹瞬间化为了漆黑 可紧接着 漆黑的天穹 就被余波里的无穷热量 烧成了灼红 崩裂缝隙 一道道凌驾于 钢铁风锐之上的光芒 穿刺而下 肆意地切割着 饱受蹂躏的战场 在那一道迅速溃散的光芒的旁边 就算是捂住了眼睛 整个世界 也被透过血肉的光芒所充斥 哪怕背过身躯 也能够看到 自己的颅骨和大脑 在眼球之上的倒影 怀石感觉自己的眼球 在瞬间被那余波的光芒 烧毁了起码十次以上 在轰鸣和风暴里 隐约还能听见夸腹的惊叫 卧槽 好亮的光 没有文化的人只能卧槽 可现在怀石心里 也已经被卧槽所充斥 再没有其他思考的余地 他还能够感受更多 整个战场的环境 被绝强之力所压垮时的悲鸣 无数草木和生命灭亡的呐喊 乃至边境防御阵线的剧烈动荡 在最前方 一个个空白边境崩裂缝隙的高亢声音 乃至宛如冷笑声一样的尖锐的声响 那是毁灭的涟漪扩散的声音 在余波的蹂躏之下 轴型的地狱 已经再度多出了一道道深谷和山巒 而就在毫无防护的深度之间 此刻已经满目疮痍 当烈光消散之后 深度区的地狱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寂静和安详 宛如落入坟墓中那样 实际上 和坟墓也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 一道道高亢而刺耳的思鸣 这倒是在怒斥 咒骂 还是哭号 制服乐土的投影在疯狂地闪烁 甚至无法维持跨越深渊的传递和道路 刚刚从乐土之门里钻出来才一半的地狱壁垒 倒霉孩子福音的便宜兄弟 征伐盛作 甚至还来不及说话 就直接被阴沉的冲击波狐脸 强行挤回去了 宛如血色凶星一般的亡国领域 此刻也浮现出了一道道缝隙 大量外围攻却在冲击之中坍塌 但又在迅速愈合 波荡的血海沸腾着 已经无数灰烬飘飞其中 而最惨烈的是来自灰暗之眼的军团 谁让他们正好就在阴沉的毁灭范围内呢 原本还在围观看戏 结果谁能想到忽然遭了众 纵横深渊的劣势舰队饱受重创不说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后备军团 直接被蒸发了至少一半 透过天梯观测到现场模样的黄金黎明 直接擦汗 幸亏老子掉线掉得早 家底就这么多 被这么祸祸一次可遭不住 现今太他妈卑鄙了 憋了半天 谁知道竟然还藏着这种闸逼玩意儿 简直坏得流浓 可现在 就连现今的指挥势力 就一片寂静 不知道这一永久 牺牲了神迹刻印 因成为代价 所发起的奇袭 究竟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 要说成功了 似乎并没有对王国造成原本预想之中的损伤 可要说失败了 这不是还有雷霆之海横插一手 然后炸死了那么多友军吗 青铜只眼算了一下 四舍五入 似乎还转了 这算是什么 打得好 不如接得好 就他妈的 哪里有问题了 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笼罩着雷霆的兽龙战船 在正面迎接了阴沉的毁灭洪流之后 竟然带着焚烧的烈火 狂笑着 翱翔在深渊之上 即便那庄严的战舰 已经遍布裂隙 环绕在周围的雷云稀薄的 近乎难以维持 可在战船之上 燃烧的风暴祭祀 却依旧完好无损 尽管那屈窍之上 遍布裂痕和烧焦的痕迹 可傲慢的笑容依旧 未曾有丝毫的动摇 嘶哑的笑声依旧高亢 回荡在深渊之上 凡腐草剑 终不能久 哈哈哈哈 风暴祭祀举起双臂 此事一切尊荣 尽归于永恒的毁灭之主 五等之雷霆大军 诚如是 诚如是 狂热的呼声 从战船之上响起 战船缓缓地调转方向 再度展开雷光之翼 当鼓声再次被敲响 兽龙战船裹挟着浩荡阴云 同血色的洪流 向着战场靠拢时 来自地狱的进攻 便再次到来 但这一次回应他们的 是来自三大封锁的瑰丽红光 在熬过了最艰难的时间之后 陷阱的力量 已经在这一片地狱中扎下根基 一座座崭新的信标 在大地之上不断地拔地而起 引导着来自大秘仪的力量 向着此处覆盖人事的规则和调律 降临在荒芜的世界之上 笼罩了焚烧的荒原 沙漠 翻着星红的沸腾海洋 还有那一道道深谷 就连头顶的悬浮的破碎飞倒 都没有放过 等候许久的装甲军团 在屡带的轰鸣中昂阳挺进 来自陷阱的钢铁洪流 自无数定律的维持之下 踏上战场 哟 大家好啊 焦黑的大地之上 怀师抬起手 向着从旁边轰然而过的铸铁军团的坦克师团 挥手示意 加油加油 在坦克的炮塔上面 有一个浑身笼罩在动力装甲中的士兵抬起手 向着他比划了一个大拇指 然后 他们头也不回地驶向远方 远方被火焰烧成赤红的天穷之上 无以技术的火力缓缓升起 清静怀师最后的原制储备 只来得及给他们美人上了一个灵魂保护的加持 可还有更多的他无能为力 天穷之上 悬疑破空的闷响在迅速靠近 带着救援标记的直升机降下 顺着绳索滑落的医护人员向着他狂奔而来 而就在担架上面 刚刚挂上水之后 怀师破裂的皮肤就开始迅速重生 没什么事 就是有点虚 怀师娴熟地打开了他们的医药箱 临选着自己需要的药物 我对自己的状态很清楚 不需要急救 哦 那边两个也不用 我来就行了 麻烦再丢我两支灵芝补剂 每周产的也行 行了 把这个戴上 怀师咬牙从头上硬 薅下了两缕头发 不由急救者们分说 缠绕在了他们的手腕上 一路平安 各位 带着防毒面具的军医们愣了一下 用力地点头 再没有说其他的话 扛起了医药箱之后 爬进了机舱中去 大声说了什么 很快 直升机再次升上天空 飞向上了战火 只是最后向着他们 闪了两下信号灯 好像告别一般 怀师披着刚刚套上的病号服 站在焦土上 望着他们远去 还有更多的飞行编队 从后方的天穹之上 急驰而过 消失在淹没了 红光的雷云中去了 加油吧 加油吧 他轻声谜喃着 天穹之中 红光无声流淌 带来奇迹的闪光 映照着再度被火焰笼罩的一切 升华者们的开幕式 已经结束了 战争依旧在继续 只是 怀师忽然觉得 或许自己能做的 还有很多 第1334章 援手 荒雾的大地 被阴暗的云层所笼罩 在黑暗中 那星星点点的 红光映照之下 暴虐的雷闪 不断地从天空的 尽头降下 除了风声之外 一片死寂的天地之间 传来一声闷响 一道耀眼的灼热红光 缓缓地从大地之上升起 向着天空 留下了一道 宛如铁丝 烧红之后的光芒 经久不散 信号弹在风中 翱翔着 年轻人回头 踩着脚下 粘稠的血泊 转身向身后走 搁浅的运输车前面 地上还残留着 巨大的裂口 两只探头出来的 绝地灵虫 在机枪的扫射之下 早已经失去了温度 变成了一团烂肉 但车头前面的 巨大凹陷 和遍布裂痕的 前挡风玻璃 依旧触目惊心 武林老哥 状况怎么样 刚刚发射完 信号弹回来的 江桥探头去看 车舱那些复杂的机械 似乎并不给司机的面子 还在不断地冒着浓烟 看了一下 就被熏得眼睛痛 刚刚治好的眼睛 有些睁不开了 作为刚刚出院的 金牌突击手 杀两只绝地灵虫 倒是不在话下 可让他修车 就太过于强人所难了 如果抛码在这里的话 可就麻烦了呀 来之前 他们已经收到 风暴预警了 倘若解决不了 就只能缩在车舱里 熬过沙尘暴 祈祷救援队 能早日出发了 可 嘿嘿 小毛病 只是冷却是烧坏了而已 灰头土脸的武林 抬起头来 擦了把脸上的汗 进了大秘仪的信号 不稳定的地方 就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咱们这种旧型的 只能部分改装 充其量保证 引擎气缸不炸掉 新型的出场 就是原质和柴油 双动力的了 和这个比来起来 车桥断了 才是大问题 他拿着手电 趴下身 看向底盘下面 那一道被绝地灵虫 钻出来时 撞出来的深邃缝隙 明晃晃的光照耀之下 裂缝就显得越发庞大 让人头突 江桥文言 只感觉眼前一黑 还有其他的坏消息吗 除了咱俩 可能要趴窝在这里之外 有啊 货仓温控快没电了 搞不好里面保存的冷却液 几个小时之后 全都会发上了天 啥 江桥失声 武林看着江桥 神经兮兮的紧张样子 忍不住大笑 你们这帮搭车的家伙 怎么动不动就这么紧张 不是都让你发了信号弹了吗 放松点 最坏的状况可能是你 今晚要熬夜加班 陪着我把这一批冷冻液 送到发射塔去 哦 来了来了 不等江桥回话 武林就从引擎盖子上跳下来 抬起脚向着阴沉的天穷挥手 呼喊 这边 这边 当江桥回头的瞬间 就僵硬在了原地 在扑面而来的狂风里 掩住了 仿佛被什么烈士者盯上了一样 冷汗从额头上不断地渗出 下意识地想要 扯着武林一同扑倒 就在他们的头顶 宛如有烧红的钢铁 撕裂了云层 以千百倍于飞翔的速度 将一切都甩到了身后 燃烧的铁光从大地的尽头呼啸而至 笔直地跨越了漫长的距离 响应着他们的呼唤 冲着他们 从天而降 那是炮鸡 趴下 江桥失声呐喊 扯着 还在傻乐的武林 向着地上的裂缝里 跳 可是已经晚了 哄 就在他们的面前 无数泥土飞起 炮弹已经砸下 当他尖叫着 下意识地抬起手捂住脸的时候 却没有预料之中的爆炸巨响和火焰扑面而来 只有泥土的碎屑 落入了他的嘴里 让他一阵呛咳 就在呸呸呸地往外吐的时候 便看到了 巨大的深坑里 一个黑漆漆的脑袋探出来 冲着他们 然后 大 在缓缓展开的铁翼之后 那一张铁柱的面孔 带着仿佛鸟灰面具一般的猙獰轮廓 黑暗的目镜之后 锐利的眼神凝视 猎尸者的气息 令江桥僵硬在死了原地 按着配枪 汗流加倍 然后 就被武林推开 司机已经跳下去 娴熟地握了握鸭人的爪子 热烈欢迎 并不怕被那锋锐如刀的棱角锁割伤 好久不见 这次也麻烦您了 嘎 鸭人点头 从土坑里爬出来 原地蹦跳着 抖落了身上的泥土和铁蟹 然后才抬起了另一爪子 递过来一个盒子 嗯 武林没开眼笑的借过 眉飞色舞 这次竟然也有吗 谢了 下次有空的话 一起去喝两杯怎么样 我知道有个家伙 那里有不少好东西 嘎 鸭人疯狂点头 直到现在 江桥才分辨出 他身上深蓝色的制服和披风 还有橙黄色的头盔 以及上面的联系号码 然后开始迷惑 为什么对方看上去 看上去 好像是送外卖的一样 等武林把盒子打开 露出里面还热气腾腾的炸鸡时 他就越发地恍惚了起来 等等 真的还带外卖的吗 以及 现在的救援队 都是这种画风了吗 究竟是什么鬼 不好意思啊 小老弟是搭车的 没见过救援热线 你往这边来 这里这里 武林把炸鸡筒塞进了他手里之后 就带着鸭人走向崩裂的车桥 就是这 您看看 能不能搞定 不行的话 我只能叫后面再发一车了 拒绝了手电筒所提供的照明 鸭人的漆黑目镜骤然亮起 焕发炽热的光芒 紧接着 伸出了诡异的爪子 那一根根锐利如刀锋的利爪 竟然迅速收缩 回了掌心中 在齿轮飞转的声音中 将重达上百吨的汽车向上微微掀开 宛如千斤顶一样 露出下面的几乎快要彻底断裂的车桥 短暂的寂静里 只有江桥没忍住啃鸡腿的清脆声音 没办法 实在是太香了 金牌突击手 已经屈服在那奇妙的口感之中 难以自拔 然后 他就看到 铁鸭的羽翼突兀展开 一道道宛如机械臂 那样的复杂肢体 从其中探出来 向着车底盘延伸而去 娴熟地检查着每一个地方 金属碰撞的高抗声音 和耀眼的汗光浮现 激烈的声响之中 机械臂不断地轮换 宛如缝补一般 将一缕铝铁金 植入了裂缝之内 催发 引导 彼此交织成坚实的轮廓之后 最后只留下了一道 宛如伤疤一般的汗缝 啪的一声 盖上了补丁一样的钢片 临时补强完毕 嘎 鸭人回头 再叫了一声 一根机械臂 指了指引擎的方向 敲了两下 武林愕然 引擎也有问题了吗 嘎 没关系 反正就是快淘汰的就行了 能坚持到目的地就行 我可以再搭其他的车回来 武林确认了维修的成果之后 激动地抓着鸭人的手 晃了两下 谢天谢地 又麻烦你们了 嘎嘎 鸭人从自己的小胯包里 掏出了一个本子 递给他 掀开之后 里面竟然已经写满了 密密麻麻的好评和签名 中间还夹杂着一些 离奇的碟片 和书籍兑换记录 还有攒够一百个之后 可指名封杀一个 牛头人画手的 进度条涂鸦 宛如加入狩猎的 纯爱战士一样 鸭人得意地嘎嘎叫了两声 炫耀着自己的成果 武林爽快地在上面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和所属的运输班番号 最后握着铁鸭的手 再三道别之后 才目送着他展开双翼 腾空而起 消失在黑暗的云层里 而江桥 还叼着鸡骨头 愣在原地 那究竟是啥 都跟你说了呀 维修队 别磨蹭了 走了走了 武林一把夺过了 他手里的炸鸡盒 看着里面空空荡荡的盒子 顿时勃然大怒 妈的 老子鸡呢 啊 太好吃了 一不小心 江桥尴尬地磨嘴 吃完了 狂怒的司机 徒劳地刮了半天油花 什么都没有 最后飞起一脚 滚去推车 好好好 引擎轰鸣着 在动力装甲的推动之下 再度运转 车灯重新亮起 照向了前方 运输车宛如重装上阵的巨兽一样 撕鸣着 缓慢向前爬行 渐渐地加快 再加快 再度驰骋在荒芜的天地之间 向着远方那拔地而起的灰色龙卷 和呼啸的飓风远去 风暴之上的云层里 耀眼的雷光降下 便照亮了一个个 从战场上飞掠而过的轮廓 钢铁的飞鸟高炕地撕鸣着 鸭人们翱翔在血和火焰之中 彼此呼应 飞向四方 而就在太阳船的甲板之上 还有更多扛着各色工具和医疗箱的鸭人们 在排着蜿蜒的长队 在嘎嘎声里 一个接一个地 跳进了漆黑的炮堂中去 伴随着火光和巨响 在兴奋撕鸣里 射向远方 呜呼起飞 当持续不断地交火 持续到了第三天 已经有不知道多少万吨的子弹壳 被洒落在了这一片地域的每一个角落中 连续组织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和防守后 当第三批升华者战团 被派上前线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胶着的状况 当双方近乎中分了整个地域以后 密密麻麻的防线和堡垒 已经在交战区之上不断地竖起 而天空中不断坠落的雷火和轰炸 则又在不断地改变着 错综复杂的地形 双方在不断地进行着各种试探和突袭 但更多的时候 都是藏身在防线和堡垒之中 隔着中间那宽敞又宽阔的焦土 互相倾斜火力 伴随着大量物资的消耗 伤亡反而减少了 即便是打得再激烈 依旧难以掩饰 如今双方的僵持状态 暗中的小谷精锐厮杀得越发惨烈 正面战场上 却难得地迎来了短暂的缓和气 这样的状况 毫无疑问 又到了升华者这样的工具人 派上用场的时候 每天都能听到 来自各个军团的捷报 或者是战损撤退的消息 各种耀眼的战绩 和惨烈的牺牲 都是有耳闻 但这些已经距离怀师 有些遥远了 拒绝了指挥部撤退休整的机会之后 如今的原罪军团 并没有再度去往前线 反而停留了交战区之外 三层防线之后的腹地内部 就在安全区不动了 距离前线最接近的时候 也有七八百公里之远 根本就没有再掺和过 任何一场激烈的战斗 而偏偏这一副摆明了 未战必敌的样子 得到了全体的认可 从统侠局到指挥部再到前线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有意义 即便是有什么不开眼的家伙 想说几句怪话 不等传扬开来 也会被身旁的队友 先往死里垂上一顿 原因无他 这一波 天国谱系 实在是他妈的太顶了 急救 医疗 工程修建 装备维护 车辆整备 原制供应 诅咒驱除 但要提供 器官培育和移植 乃至海量炼金材料的处理 和战利品回首 补给供应 以及火线救援 短短的三天时间不到 原罪军团 已经包揽了整个前线 后勤系统里 40%以上的工作 其中的绝大部分 都是宛如基石一般不可或缺 但没有任何显眼攻击的苦活累活 从临时的战地医院 到药物制作和供应 从肉体急救到灵魂治愈 大型装备维修和临时制造 战争攻势的修建和维护 甚至在前两天 供应最紧缺的时候 太阳船还包揽了 前线外加中层区 超过6万名工作人员的 食物供应 在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 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 甚至还保证了三菜一汤 营养均衡 效率恐怖到令人发指 在那一天 整个前线 当鸭群突破雷火 抵达战场的时候 便有数不清的空头 像是暴雨一样落下 没有一个人能忘记 集装箱带着几万根 刚刚出炉的烤鸡腿 从天而降 顺带还碾死了一波 军团冲锋的景象 当这一份来自天国 谱系的支援到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预料到 竟然会有如此丰厚的馈赠 到现在 太阳船的存在 隐隐在战场之上 形成了一个游走的移动中枢 就像是独立在后方之外的 心脏一样 每次蹦动 都会输送大量的鲜血和物资 带来数之不尽的供应和支援 每次钢铁山巒拔地而起 时向远方的时候 都会留下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材料 而当抵达新的目的地的时候 崭新的流水线 就会像是洪水一样 开始向外倾斜 这一份恐怖的生产力 除了天文会供应手册里 有的制式装备之外 还包括诸多象牙之塔的专利 和铸造者们特有的作品 除此之外 已经有两个配备了 全套仪器的战地医院 在地狱中扎根 迎接了医疗队伍的入驻 而数百辆供应医护人员 使用的装甲急救车 已经奔驰在了层层防线之间 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在如今的前线和后方之间 太阳船的存在 已经变成了一个 不可缺少的重要支点 围绕着原罪军团上船的 固定行进轨迹 形成了70多条运输路线 为后方统辖局 已经快要爆炸的 后勤运转压力 提供了宝贵的分流 并没有什么意外和坎坷 在怀师这个名字的担保之下 几乎所有的军团 都在第一时间 对这一份提议进行了响应 没有任何的怀疑和犹豫 甚至 在保留了必要的部分之后 还主动分出了 部分珍贵的医疗资源 加入了太阳船之上的 急救系统内 依托怀师为核心 以太阳船为载体 在原罪军团的灰迹之下 一个集合了加工 建造 治疗 维护等等为一体的 后勤怪物 在以恐怖的速度成长着 对此 后方统辖局 所有已经血压拉满 瀕临猝死的后勤部门 几乎喜极而泣 就差每天焚香 祈祷给怀师立一个 长生牌位了 要知道 想满足诸界之战的需求 维持前线的庞大供应 需要的物资和人力 已经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天文数字 即便是统辖局的庞大系统 在面对如此恐怖的需求时 依旧在高压运转中 有自杀的冲动 这个结果眼上 谁能帮他们分担 医疗和物资运转压力 谁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医疗部 装备部 运输部 生产管理部 超过16个以上的部门 乃至下属的上千个机构 因为怀师的存在 而在暴毙和猝死之中 得到了一线喘息的机会 现在 谁他妈敢说怀师的坏话 他们就直接打乱谁的狗头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怀师已经完成了 从胆敢质询 统辖局的野心家 到救苦救难的戴善人的转变 只能说 统辖局这帮人 在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 实在是太好懂了 即便是再怎么看不惯 怀师跋扈作风的家伙 现在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 之前的都是误会 我们统辖局和天国谱系 可是兄弟机关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内部分歧呢 原本根本没有后勤供应的原罪军团 现在已经彻底 不需要后勤了 因为 对前线的很多人来说 他已经快要成为后勤本身 这还只是单纯进行原制供应的状况 根据青铜之眼的计算 倘若必要的时候 为怀师开放修正之通道 任由他发挥的话 原罪军团的供应能力 甚至还能再往上翻一倍 至少 为此 第一批修正值供应名单 甚至专门进行了第二次草拟 这一由原罪军团而掀起的波兰 已经扩散到了战场之外 在某个老王八的权力推动之下 天国谱系的影响力 迎来了再一次的飙升 象牙之塔和五大谱系之间的协议和订单 签到了手软 朋友交易倒到飞起 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还有更多 不过 现在怀师也没功夫去关心那些了 进入连轴转状态之后 他连每天睡眠时间 都已经彻底取消 占用了他绝大部分功夫的 不是资源最为紧张的治疗和急救 也不是供应量庞大的生产和建造 而是由他个人亲自执行的 边境遗物的维修工作 自从试探性的 在熟人之间透了个风之后 便由海量的委托 像是洪流一样的 通过各种关系给挤进来 几乎沾满了怀师 未来一个月的所有时间 作为陷阱唯一的铸造者 传承了黄昏之乡 所有记忆的铸造之王 怀师已经成为了 公认的武器锻造大师 纯粹以金属学造诣 怀师可以比你大宗师 小老弟如果你愿意低个头 加入到咱们的温暖大家庭里来 来年的大宗师提名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遗憾的是 怀师对此从来都没理会过 高贵又冷艳 毕竟 难道自己真的有大宗师的水平之后 石府学会敢不认吗 有米哈耶尔 加兰德和普布留斯这样的成功 或失败案例在前面 他们哪个鸟过石府学会 加兰德甚至自己 就是石府学会最高层的掌控者 而普布留斯 即便是成为了石府学会的眼中钉 石府学会 依旧没有能够收回他大宗师的称号 况且 他自己的水平自己清楚 金属学范畴之外的领域 只能说平平无奇 偏刻偏到了马里亚娜 也就是有渔玩这样的神明级的秘仪系统 在手 强行把短板给补了起来 还属于课金玩家 真正他敢说独一份的 就是这一手炼金武装 和边境遗物的活化重塑 结合了他的灵魂 炼金术 铸造之王的记忆和大肆命的圣痕之后 所达成的奇迹 将边境遗物赋予活物的形态 掠过了一切奇迹变化 和溶住的过程之后 直接以生命的方式进行治疗和补全 对于耗时繁长的炼金修补流程而言 这根本就是降维打击 越是高级的炼金作品和边境遗物 一旦破损之后 就越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缓慢弥补 奇迹自有其框架和结构 封闭且独立 一旦成形 就会拒绝外部的干涉 有时候修复的工程 甚至比重柱还要更加麻烦 偏偏在诸界之战的当口 正是顶级升华者们 对于边境遗物需求和消耗量最大的时候 即便是普系内代代传承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圣物 也难免在奋战之中磕到碰到 在这种状况之下 要么动用特殊的手段 要么依赖普系内部的供应 要么自己想办法 反正手里衬手的东西 是绝对不能少的 需求如此庞大 怀师被寄予厚望 简直是理所当然 更不要说不合厂里的惊人速度 和超乎预想的完美效果了 这种完全的卖方式厂里 即便是怀师 再怎么狮子大开口 都不会有任何人有意见 偏偏除了材料 自备的要求之外 他还没有主动开出过任何的账单 被人诟病为新兴作态也好 被认为是野心家贩卖人情也罢 没有人能够拒绝这样一个人 向自己伸来的援助之手 难道十万火急的时候 向自己提供帮助的人不是好东西 平日里喋喋不休 彰显自己能耐 结果一无所成的家伙 才是好人吗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鸡 但凡有脑子的人 都不会怀疑怀师的诚意和作为 而正因如此 来自俄联普系的圣星骑士团团长 沃尔科夫 才怀着一丝希望 向着怀师发出了一次会面的预约 而出乎他预料的是 在当天晚上的时候 他就收到了原罪军团的回复 他的预约 直接跳过了一个星期的等待时间 提前到了第二天的中午 插队了 当其市长风尘仆仆地赶到原罪军团的时候 就发现 怀师的学生早已经在门口等待 直接就带着他 跳过了繁琐流程 登上了太阳船 笔直向上 抱歉 老师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还需要麻烦您您再等一会儿 临终小屋走在前面 诚恳地解释道 并非是故作姿态 实在忙不过来 所以请您海涵 不 我应该惊喜才对 沃尔科夫感慨轻叹 我原本都已经做好放弃的打算了 临终小屋走在前面 郑重地说道 之前 老师曾经跟我说过 他还在万事乐土时 曾经多蒙帕维尔主教的指点和庇护 没想到最后却无以回报 如今有机会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感到开心的是他才对 也请团长 您不要见外 我们蒙受同样的祝福和欺愿 并非是陌生人 沃尔科夫的脚步微微一致 未曾想到是这样的回答 帕维尔主教在调往复活大教堂之前 便是圣心骑士团的第一导师 引导和指点了不知道多少骑士和牧师的成长 甚至 沃尔科夫自己的大骑士授勋 就是由这位不苟言孝的严肃长者所主持 倘若没有他的教导和鞭挞 可能到现在 自己还在如同野兽一般的纵情声色 雍鹿度日吧 此刻忽然再度听闻了他的名字 在惊愕和愧疚的同时 沃尔科夫心中所浮现的 竟然是无法克制的自豪和荣耀 除了额联之外 还有人记得帕维尔主教的付出 除了圣心骑士团 还有人认可着帕维尔主教的教导 时至如今 自己也依旧还行走在这位老人 所开创的道路之上 领受着他的福泽 再没有什么理由 比这个更令沃尔科夫感到安慰和自豪了 很快 原本难以安定的思绪和心情 重归了平静 他来到休息区里 平静地等待 实际上 怀师的工作室 只是临时单独分隔出来的 一个大一点的仓室而已 大片的区域 都被厚重的玻璃所分隔 露出了里面的炼金仪器和铸造熔炉 还有巨大的操作台 以及怀师的背影 原本的工作 已经似乎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 在操作台上 那一只燃烧着的庞大狮子 还在不断地挣扎着 试图起身 是咬怀师的手掌 可是却没有了反抗的力气 在那一只手掌的压制之下 背部的庞大窗口 已经出现了愈合的征兆 丝丝举的灰光 随着金属之手的引导而落下 修补着铁骨之上的损伤 很快 当怀师松开手 愤怒的狮子 就迫不及待地 火焰重燃 仰头嘶吼 可在那之前 随着怀师五指的收缩 就再一次蜕变 回了原本的模样 一把威严的扩剑争鸣作响 涌动着艳光 而剑脊之上 原本贯穿的裂口 已经出现了弥合的征兆 脱离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怀师握着扩剑 微微挥舞了两下之后 倾听着那桀骜的笑声 微微点头 看向了旁边等待许久的升华者 欧罗拉女士 狮子新剑品质超出我的预料 但已经受创太多了 有些裂痕已经触及核心 不是短时间内 能够调整过来的 怀师倒持着剑饼 将它交还回去 建议您最好还是 每天能来一次 罗马普系的黎明女神 并没有将武器接过 只是洒然一笑 没关系 不必如此小心 我对天国普系有足够的信任 如果是需要长期维护的话 我可以暂时换用其他的武器 但我还是建议您 至少两天来一次 怀师握着名校阵战的扩剑 小心翼翼地 将它放进了活化的液态金属之中 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狮子看不到主人的话 可是会发狂的 没问题 欧罗拉汗手 除此之外 倘若如果有什么 我能帮忙的地方 也请不要客气 本来 怀师是想要回绝的 可看着他严肃的神情 思索片刻之后 提议道 如果你以后有空闲的话 就来象牙之塔开 两场公开课如何 年轻的学生们太过于浮躁 总是想当然地 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 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有所经历 最欠缺的 就是您这样扎实的经验和教导了 欧罗拉微笑着汗手 一定 在离去之前 她同怀师最后握手 在道别的时候告诉她 还有 叫我伊蕾娜就好 我想朋友之间不必太多的客气 好的 伊蕾娜 怀师从善如流地 接受了这一份来自罗马的友谊 就这样 她目送着这位罗马普系的黎明女士离去 主动地走向了休息区的等待者 让您久等了 沃尔科夫休士 丝毫没有任何的矜持和作态 怀师以俄连普系内部的礼节 称呼着登门拜访的客人 伸出了自己的手 在盛名的见证之下 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在短暂的恶然之后 沃尔科夫汗手 握住了他的手掌 就像是握住另一位骑士的手掌那样 坦然地恳请 我正是为此而来 第1335章 修复 倘若忽略了前情和状况的话 沃尔科夫在恍惚中会以为自己 在同一名受风多年的老骑士相交谈 当他怀着忐忑和期许 来到了太阳船的时候 未曾预料到这样的对待 并非是热情的欢迎和招待 而是仿佛相识多年一般的认同和尊重 没有让他低下头 也没有给他恳求的机会 怀师以帕威尔主教后辈的身份 同另一个主教的后辈见面 以受刺歧视的礼仪 向另一位受刺歧视表示欢迎 就好像并肩作战的伙伴那样 毫无任何的隔阂 在相逢欢笑的时候 向自己的朋友发问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仿佛这样的帮助 是理所当然一样 即便是不善言辞的骑士 也能够打心底地感受到 这一份出于纯粹的情意和尊重 沃尔科夫跟着怀师走进了工作室之后 才从自己的手上 放下了那一具箱子 推到了他的面前 就仿佛 遇到了什么难以启齿的神情一样 再三张口许久之后 这是我的盾牌 他在昨天突袭中损毁了 我想要请您看一看 有没有挽回的机会 箱子打开之后 怀师陷入沉默 那一面遍布裂痕的圆盾 不知道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光 经历了多久的战斗 大大小小的裂痕和修补痕迹 已经宛如花纹一般 覆盖了整个盾牌 在仿佛没有尽头的敖战之中 代代传承 实话说 这还是怀师这些日子 修过的所有遗物里 最简陋的一个 他甚至称不上是炼金武装 或者边境遗物 也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效果和力量 充其量不过是本身的材质 足够的坚硬而已 但他的使用者 似乎并不在意 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将他养护维持得非常好 经受过无数次圣灵祝福的钢铁 已经在原汁的沁润之下 折射出柔和的荧光 而破坏这一切的 是盾牌最中央的那一刀裂痕 不知道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苦战 那一刀几乎将整个圆盾 从正中斩成两截 深邃的裂口中 丝丝屡屡的原汁不断地散移出 仿佛鲜血 实话说 当一面盾牌被毁坏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已经完成使命了 甚至还请求炼金术师以秘仪将整个箱子封锁起来 维持他的状态 或许 这才是沃尔科夫最忐忑的地方吧 为这样一件物品 大费周章的劳动怀师 同其他更值得去维护和挽救的珍贵圣物 争夺机会和时间 很抱歉 这并不是什么珍贵的遗物 只是 我从自己的父亲手中继承了他 他对我 意义重大 其实为自己的私心而羞愧 艰难其耻 劳烦您 尽量 怀师没有说话 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只是弯下腰 凑近了 专注地看着那一面崩裂的盾牌 许久 才抬起头来 带着某种仿佛见识了奇迹一般的惊叹 不 沃尔科夫修士 你可能误会了 怀师伸手抚摸着盾牌的表面 出神的感受 我并不是觉得它价值渺小 只是 感到有些震惊而已 在怀师的手中 破碎的盾牌 微微震站着 鸣动 那样低沉的声音 仿佛鸣奏一般 带着生命的韵律 如此熟悉 令沃尔科夫的眼瞳 抬起了 难以置信 一直到现在 他还想要保护你啊 休士 怀师闭上眼睛 倾听着其中的那 潺若原汁中回荡的韵律 那仿佛天类一样的低鸣 许久 再度睁开眼睛 看着呆滞的沃尔科夫 你的倒来意义重大 不论是对你还是对他 就好像你不愿意失去他一样 他也不愿意失去你 这并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你在挽救自己的战友 挽救了你一样 怀师检查完了之后 便转身 走向门口 扯了一张便签 开始写提取单 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递给林中小屋 看看库房里 还没有流通和时升荆棘 流通激发到活跃状态 时升荆棘里 取一条根系完整的 大小都没关系 最后 萃取400颗的镜金 你来亲自哦 我不要任何杂志 明白 林中小屋拿着单子 转身离去 当林中小屋离去之后 怀师才回头 对回过神来的沃尔科夫坦言相告 实话说 我并没有多少把握 无法向您做出保证 沃尔科夫张口 好像想要说什么 可到最后 深吸了一口气 感激的汉手 无妨 还请您尽力而为 好的 怀师点头 示意他跟上来 然后从箱子里 将盾牌取出 放在了工作台上 规须的领域展开 覆盖台面 阴影笼罩之中 封锁了盾牌里泄露的原汁 然后 点点滴滴的原汁 沁润进其中 只可惜 效果不大 太多的裂弃和伤痕了 不是原汁的补充可以解决 苍白的炼金之火 跳跃着 重燃 铸造开始 钢铁手臂中的炉心运转 展开 盾牌猛然一阵 阵鸣之中 化为了衰弱的低营 伴随着物质的溃散 其中的原汁 如同水泼一般 蔓延涌动着 勾勒出赤红色的轮廓 断裂的长脚 自额浅展开 赤色的母鹿毛发修长 浑身的裂创之中 渗出隐隐的血色 深可见骨 看不见内脏 只有模糊和暗淡的光运 奄奄一息 可暗淡的眼瞳 却艰难地抬起来 望向自己的主人 看着他 沃尔科夫颤抖了一下 下意识地踏前 伸出手 却害怕着什么 不敢触碰 只有母鹿缓缓地抬起头 伸出舌头 最后舔尸了一下他的手掌 在他有更进一步动作之前 怀尸拍了拍他的额头 令那一双疲惫的眼睛合拢 仿佛沉睡 现在他的灵态脆弱了 尽量让他少做一些反应 怀尸检查着他的状况 最后尝出了一口气 但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 这样的话 把握也大了一点 他停顿了一下之后 看向沃尔科夫 我会尽量保证他的恢复 只是 你是否能够接受他 产生一些变化 当然 沃尔科夫汉手 不假思索 他的眼睛一直在母鹿的身上 看着他断裂的双脚 和身上的裂痕 从没有挪开过 大门再度开启的时候 临终小屋 已经从炼金工坊中归来 将怀尸所要的材料 全部带来 提纯之后 不含有任何杂志 和属性的静精 习惯之中 激发到活跃状态的流同 在涌动着 在封闭的空间里回旋 散发着恐怖的高温和活性 而在琥珀一样的结晶里 是一株根系完整发达的荆棘 盘绕成环 尖刺丰锐 但看上去 却不像是什么植物 反而有一种岩石和钢铁的质感 怀尸的指头挑了挑 在引力的拉扯之下 纯净之精就已经跳起 跃入了吸罐之中 迅速地溶解在流动的铜叶里 很快 消融不见 只有一缕缕嘴灿的金色 在液化的铜之中扩散开来 将罐内的金属液体 染成了耀眼的金色 让人目眩神迷 然后 怀尸便拿起了封存荆棘的结晶 猛然捏碎 大四命的生机 已经如同瀑布那样 灌入了荆棘之中去 令那沉寂多年的一种 迎来了突如其来的生命 瞬间活化 经历了地域深度的剧烈变化之后 在某些稀有矿脉之中 会出现这样半生的植物 但说是植物 更像是 产生了生命的矿物精粹 模仿着最基础的生命结构 演化出了崭新的形态 其本质介于金属和植物之间 同时兼顾着两者的特性 植物的生命 和金属的强韧 此刻 在怀尸的手中 那一根根荆棘 在怀尸的生长 疯狂舞动 缠绕在怀尸的手臂之上 甚至还想要刺入 她的身体 汲取鲜血和生命 但在大四命的压制之下 根本无法逃脱掌控 到最后 反而缩成了球体 不断地扭动 被抛入了罐子中去 沸腾的声音响起 失去压制的石声级 在璀璨的金色中 迅速地生长 即便是金属 也成为了 她成长的营养 同时 也渗透进了根系之中 更替着她的材质和属性 同时 加速着她的蜕变 短短的几分钟过后 习惯就已经彻底破碎 无数锋锐的尖刺 接连不断地脱落下来 只留下璀璨如黄金的根系 在和金和原汁的 双重灌溉之下 已经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如同活物一样 她不断地向着周围 具备生命的东西靠拢 寻觅着任何 富有生机的地方 想要扎下根系 当怀尸再度 勾动手指的时候 就迅速地收缩 重叠而起 爬上了她的手掌 随着她走向了 工作台上的母鹿 当怀尸的手掌 向着垂尾母鹿伸出的时候 修长的根系就猛然一颤 刺入了母鹿的伤口之中 紧接着 繁复的根系便蠕动起来 迅速地钻入了她的身体 工作台上 母鹿骤然从沉眠中惊醒 睁开了眼睛 痛苦地静弯思明着 挣扎 但在怀尸的压制之下 却无从起身 大量地如同血水一般的 源质闪光散逸 迅速地从裂口之中 散逸而出 半透明的身体之下 能够窥见根系 迅速生长扩散的模样 沃尔科夫瞪大了眼睛 踏前一步 想要说什么 可最后终究是克制着 没有说话 忐忑地等待着 直到痛苦思明的母鹿 终于停止了静弯 躺在了工作台上 再不动弹 可在浑身巨大的裂口之后 却有一根根蜿蜿的枝条 生长而出 缠绕在她的身躯 和断裂的双脚之上 迅速生长